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A股全日通 我是您的国语主播郑瑞米米社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指数 今天互生两市股指集体小幅低开 互指全天基本在低位维持震荡走势 创业板指今天开盘后一路走低 出现惨烈杀跌的行情 那么看一下收盘情况 上证指数是收跌0.48%报3382点 深圳城指跌2.12%报11292点 创业板指跌2.36%报1833点 上证50上升2.06%报2938点 今年互生两市总成交额是6461.5亿元 对比上一日是增长了1127亿元 两融余额10402亿元 对比上一个交易日是增长了25亿元 互生港通北向融资余额153.38亿 深港通北向融资余额120.36亿 今天从盘面上来看 银行券商保险等大盘股表现不错 而小盘股则出现了跌停潮 两市超过100只个股跌停 其中包括昨日人民日报 点名批评的网络电子文学龙头掌跃科技 在中性一级板块上领涨的有银行 非银金融和跌幅比较小的是家电 领跌的板块则是国防军工综合电子元器件 其中国防军工和综合跌幅超过4% 今天的时大活跃个股 排名第一的是海康威视 总成交金额9.69亿 净流出1.7亿元 排名第二的是贵州茅台 总成交金额5.06亿元 净流出2.07亿 接下来还有中国平安兰斯科技五粮亿 排名后五位的是伊利股份 京东方A 恒瑞医药 美帝集团和宝钢股份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药材证券的 A股分析师黄藏Mark Mark 你好 美席好 大家好 那么今天这个三大股指 开盘均是跳水 那户指是失守了3400点 低位是下滩至接近60天线的位置 那么其中呢 创业板指的跌幅还最明显 收跌2.36% Mark 你怎么看今天大盘的跌幅 好 那么直接从这个户指的一个技术指标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技术面的一个走势 那么看到这个户指的今天这个分时线里面 是这个空方还是这个动能是明显这个放大 那么今天这个户指是放量下跌 另外一个是这个礼拜五 这个恐慌的情绪是有所放大 那么是要结合这个周末 要关注一下这个IPO方面 一个公司的这个数量会不会扩大或者缩小 还有另外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 要关注一下这个利空或者利好信 那么从这个分时线来看呢 明显这根白线跟这个黄线呢 是有一个这个中间一个缺口是比较大 那么说明呢 这盘中呢 支持的这个户指的一个边不那么多 主要还是里面的一些权重果 包括今天这个我们说银行板块 尾盘是这个家具拉伸户盘 包括这个全天都走势比较稳健的一个保险板块 还有这个后来居上这个券商板块 另外呢 是这个尾盘中字头 特别是这个中国中车 这个中国中铁 包括中国铁键呢 几大这个中字头呢 也是这个放量这个上升 那么是把整个大盘这个户指呢 维持在一个不那么明显的跌幅上面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线方面呢 这个户指啊 那么今天是这个下探这个六十字线 那么下礼拜一呢 随着这个逛性啊 应该会继续向下 那么这个跌穿六十字线呢 也是有这个机会比较大的 那么下礼拜一呢 还是这个跌穿这个六十字线的时候 如果说要这个做一个低位这个补仓的话 那么是要选一些这个板块里面的一个前期一些龙头股啊 因为一般反弹的话呢 这些龙头股啊一般这个反弹会比较快啊 特别是在这处于这种弱势反弹的一个啊时间里面啊 那么具体的话还是要等这个周末的一个星期 就要再做一个这个相互结合判断啊 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创业板纸方面那是继续这个大跌 那么这个跌幅啊也是啊非常的一个深的 那么也是啊下礼拜啊 今天也是这个放量下跌 那么下礼拜呢就有可能继续这个下探的一个动作啊 那么短期这个板块呢还是做一个规避啊 那么就是要关注一下大概在这个一千八百点左右的这个支撑位啊 看一下这个创业板纸的一个表现 那么今天全体啊 整个整一个大盘的情绪呢 主要是由这个啊 昨晚我们说这个贵州茅台方面啊 一个这个高位的一个风险提示啊 那么这个机构方面呢 做出了啊不排除部分的一个抛售的行为啊 那么另一方面呢 就是最近这个啊代表市场人气一个指数的这个赤心股啊 股指数呢是啊连续第四天下跌 今天是跌的最严重 那么是放量下跌的一个表现多支这个个股啊 跌停那么短期呢 还是建议去避免这一个板块的一个参与啊 但是呢在将来的时间里面呢 还是可以从这里面去选一些优选的一个个股啊 啊那么这些都是跌出来的一个机会来的 嗯没错 刺新股指今天是持续杀跌啊 是今天市场重灾区 那么刚刚马尔提到的贵州茅台 我们等一下在焦点新闻里面 在焦点新闻里面会有具体介绍 那么今天其实看到银行股 保险股市逆势走强 包括券商股市 起来护盘 招商银行是收涨4.56% 马尔你怎么看这些板块的走势 好那么首先刚才提到一点就是 主要是这个避险资金 或者说这个护盘的一个迹象比较明显啊 这扎堆这个银行券商跟这个保险板块 啊那么本身就这个银行板块来说呢 那么售之前这个10月份M2这个增速新低啊 其实这个银行板块前几天是走得比较弱 啊特别是前天这个上海商业银行 啊这两天啊昨天开始下错呢是拖累了银行板块 好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这个有一点超跌的一个情况下 做一个反弹也是正常 那么这个龙头股啊所谓的这个招商银行本身呢 是这个商机报业绩是有所这个啊略超预期 所以这样在这个涨幅比较矩前是正常 好那么再说一下这个保险板块 那么近期受到这个国债收益率这个破四啊 加上本身这个保险这个公司的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了 那么今年来看啊 特别是在这个第三季度是呈现一个爆发的一个状态 啊那么也是近期走势相对的比较强势一点 那么这是情理之中啊那么再说一下这个券商板块 那么我们一般常理性理解啊 如果在这个不是牛市里面这个券商这个上涨的持续性呢 还是需要啊还是稍微比较疲弱一点 相对这个其他两个板块来说 嗯非常感谢马尔的分析 我们下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土资源部日前表示 国务院于11月3日正式批准将天然气水合物 也就是可燃冰列为新矿种 成为中国第173个矿种 国土部等有关部门把天然气水合物开发 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 在税收优惠价格补贴等方面制定出台扶持政策 来看一下关于贵州茅台的新闻 贵州茅台昨日股价突破700元 官媒新华社收视后发表题为 理性看待茅台的股价的评论文章 指出茅台并不存在业绩突飞猛涨的理由 也不构成对股价突飞猛涨的支撑 那么其后呢 贵州茅台也发公司通告称 留意到近日市场上的讨论及观点 包括有关公司过高的目标价及估值等 均不代表公司的态度 期望投资者和消费者能够理性看待 审慎决策 又指公司的股价上升幅度较大 提示投资者注意风险 理性投资五盲目跟风 那么实际上贵州茅台估值的水平 不是特别便宜 而股价之所以涨不断 是不是属于它本来是一个 持续了比较久的市场热点 而在这个存量资金博弈的状态之下 这个资金只能够不断做多强装股 而推高了股价呢 好那么这个贵州茅台说到它这个估值啊 那么从这个200多块的时候 它的估值是大概十几二十 这个十倍左右吧 那么现在的估值是30倍左右 那么这个估值我们常说是要有一个相对性 好那么相对之前这个估值啊 那么现在当前来看是稍微比较高 好那么未来呢 现在这个估值水平啊 意味着未来五年的一个年均的增数呢 要达到这个30%的一个增数 对象公司 那么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看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实现这样的一个增数的 好那么昨天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说了 如果说是要做价差的话 那肯定是要逢高减持 好那么如果说你是想长期拥有 去做一个这个固定这个利息 当成一个收息股来看的话 那可以长期去持有 好那么到现在这个涨幅啊 今年也是涨了这个 大概一倍多了吧 应该那么所以说 现在这个机构冲业绩的时候啊 也跟那个新华社说的 有相关的一些关系 那么可能呢 之后会出现 不排除会出现这个机构 这个竞相出货的一个表现 那么这对于赏户朋友们来说呢 去参与这样的一个个股 危险性是稍微比较大的 当前这个情况上来看 但是从这个基本面上来看呢 并没有走坏 但是虽然说是这个消息面上利空 刚机构有可能减持啊 但是四季度是我们传统 包括之后的农历年是传统白酒消费旺季 能不能够抵消一部分的利空消息呢 好那么这个我们说所谓这个投资啊 我们说做这个投资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这个主要是看这个 按照这个预期来做一个布局啊 那么现在是不论是从这个官媒的态度也好 包括这个公司本身的一个 这个风险提示也好呢 这一部分的预期啊 一般来说可能会到这个节日前后啊 那么去出现一个抛售的行为 那么现在离这个节日呢 还有一段的时间 那中间呢 这一短期的这个波动 事实上是不好去做一个明显的一个判断 那么主要还是要这个跟着这个机构啊 这个动向啊 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致的一个判断 嗯 非常感谢毛的分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一节条焦点新闻 11月17日 以新科技新生活为主题的第15届广州车展 将在广州中国进口商品交易会展馆正式开幕 备受瞩目的双积分政策近期终于落地 在此压力之下 中外汽车企业在广州车展上 纷纷推出各自的新能源车型 在广州车展开幕的前夕 腾讯公司和广汽集团就携手发布了 互联网电动车iSpace 并配以有腾讯研发的智能汽车互联网系统 将于明年大量生产 那么Mark现在又讲到 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新能源汽车板块了 虽然之前听说新能源汽车补贴要退坡 今天行业的协会称并没有听说 但是还是难以挽回今天整个板块下跌的局面 但是刚提到广汽集团跟腾讯 共同推出的iSpace 在灌上了腾讯光环之后 广汽集团能否在现在这个局面之下突围而出呢 好那么首先广州汽车这个集团 它所生产的新能源汽车 并没有做一个并不是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生产 只是说这个下半年才是开始有一个比较新的事情 一个20万这个新能源汽车产能的一个扩建了 那么就目前来看呢 其实它受到这个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那这是一方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它未来可能会以这个新能源汽车为这个突破口 那么是通过这个一个是自主品牌的一个研发 那我们从这个今年以来的一系列的这个营销方便呢 都能看到这个广汽集团呢 是这个为自己这个打造一个品牌 年是做了不少的一个事情 包括呢发布了这个双这个品牌一个标签 另外呢就这个10月份啊 或者在前一点这个自主品牌一个销量来看 这个传奇方面的一个销量是保持一个稳增 那么另外一个跟这个广汽飞客的一个合资合作的这个销量汽车 销量的10月也是保持一个高增长 那么也是超过这个同类汽车 那我们再说一说 说回它这个新能源汽车方面啊 那么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呢 分别跟这个华为之后是腾讯呢 是签订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 那么其中就包括了一些 比如说在这个之后的新能源汽车里面 是会运用到这个腾讯公司里面的一些先进 比如说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运用啊 或者说它本身一个腾讯的一个音乐方面的一个系统应用啊 那么现在呢是说是推出了这款车 然后里面会运用到这个腾讯方面的一些技术 那么这呢确实是有 不能排除说是借着这个腾讯的一个光环啊 在这个未来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上呢 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也是我们看好这个广汽集团 未来呢一个是在品牌 营销方面的一个比较好的构建 而一方面是未来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放量的一个 带来一个业绩的一个增速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企业的话 也是比较看好的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今天还有其他波动比较大的板块个股 那我们之前有一直在关注的几支人工智能板块的焦点股份啊 今天其实本来上午的时候还是在涨的 像这个科大讯飞中科曙光有浪潮信息啊 但是在尾盘的时候是跳水是下跌 那么短期来看 先预告一下 有一个消息是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将于12月3日至5日在浙江乌镇举办 那聚焦还是我们之前关注的人工智能等议题了 那短期内这个人工智能板块能不能再保持热度 然后有一点点拉升反弹呢 好的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自从这个前几前这个上礼拜吧 或者说这个礼拜初啊 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板块在一系列 这个比较偏利空的消息之下呢 这个把这个概念啊是稍微退了下去 那么这个风口啊就集中到了回到了这个人工智能板块 那么截止这个前四天 礼拜一到礼拜四呢 这个人工智能板块的表现呢是比较强势的 那么包括今天早盘啊 这个啊两点半之前吧 我们说这个人工智能板块相关的个股呢 科大逊飞啊 中科鼠关跟这个烂桃猩猩的表现来说 还是相对比较强势啊 那么在这个尾盘呢 也有可能是受到这个啊 整个市场上面的一个恐慌情绪的一个扩大啊 那么这一些近期涨幅稍微比较高一点 或者比较强势一点的个股啊 做一个尾盘跳水的一个啊 动作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未来啊 十一月十二月的一个一个十几号左右的一个 叫地世界的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 那么这个大会呢 根据这个前几次大会的一个叫做设计内容 那么会包括这个啊 我们所说大数据 那么云计算还有这个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另外呢 还有这个5G的一个通信的一个概念啊 那么这呢啊看到他这个打的一个世界互联网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名声是比较响当当 那么到时呢啊也会一些这个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物去参加啊 甚至会发布一些这个行业的最新动态的一些啊方向 或者说政策啊 那么这呢其实是这个短期来看的是一个这个 我们说一个预期了啊 那么中长期呢也有可能会继续立好这两这这些相关的板块啊 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说尾盘的一个跳水啊啊 下礼拜我觉得下礼拜初期的这个人工智能板块呢 可能会有稍许的一个回调啊 那不那不排除呢是为了说这个近期就是这个12月份的一个啊 大会做一个提前的一个啊挖坑的一个准备啊 那这也是不排除在外 那么另外再点一点这个烂潮信息啊啊 那么从前天开始呢就看到这个多空的情绪是啊 就各占一半那么分歧是比较明显 那么今天呢是空方稍许这个获胜啊 那么未来呢啊下礼拜初呢 可能这个随着MACD红柱面积的缩小 那么这个股价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回撤啊 那到时呢再跟大家这个持续跟踪一下这个榜 这个个股方面的一个情况啊 另外消息一面呢 昨天这个烂潮信息的一个董事长啊啊 孙培树啊是在这个北啊 天津的一个会议上是公开表示说要啊 未来投资这个70亿呢 在这个天津市啊 做一个云计算方面的一个投入建设啊 那么这呢本身基本面上来说是 能够带动到这个浪潮信息 在云计算这个服务器提供方面的一个相关业务 嗯 先更正一下 刚刚那个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是在12月3日至5日在浙江乌镇举办 那么我们长期来看 会说中长期来还是要关注一下人工智能板块 那么最后一个板块问题啊 是今天这个建材水泥板块走势 那其实今天龙头股份海螺水泥在这个大势这么惨烈的情况之下 还能收涨3.17% 实属不易啊 那么消息面上来看是近期水泥各省提价超出预期 那么背后推力依然强劲 全国的错峰现产趋势也已经完成了 那么就我想问一下这个龙头公司 比如说像海螺水泥它的股价 还能不能在短期内再创新高呢 好那么今天这个海螺水泥本身可以这个股价 预计可以这个涨得更高啊 但是没办法在整个市场这个情绪拖累之下呢 是最后是有所回落 好那么这个之前也有提到这个节目中提到这个水泥板块 那么作为这个周期股里面的一个分支啊 那么这个水泥方面的一个这个目前阶段 一个确定性是比较强的 好那么随着这个2加26个城市这个冬季 我们说现场这个环保政策的开始呢 那么大部分这个水泥生产线呢是要停厂 好那么这个华北华东地区呢 大部分是要涉及到这个停厂的 那么这个水泥呢需要从这个周边一些城市运进去 那么根据这个地理半径来看啊 这个安徽省或者以下的一些城区呢 是离这个受限地区的一个距离上来说比较短 那么这些水泥啊特别是塑料的一个需求度呢 会相对的一个放大啊特别是这个四季度末一般也是这个建材方面的一个旺季了所谓说 那么作为这个水泥塑料啊盛产的一个叫安徽地区啊 啊这里面的一个海螺水泥呢啊 这个未来的一个这个价量上升啊啊 也是给这个业绩的一个提升是带来一定的预期 那么这个相关股份的一个拉升呢也是情理之中 嗯非常感谢马尔的分析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节目内容 刚刚提到的个股吗 你有持有吗 有持有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